由於北部地區皆名十一歲 男童在寒假期間 曾經到補習班去補習 那麼也因此 新北市長侯友宜 昨天下午特地抽查 多家的補習班 以及課後照顧中心 市長也要求了要補教業者 比照學校的防疫標準 如果學生跟老師是在密閉空間上課 都要戴上口罩 為者記重可以聽招 你口罩呢 看到學生拿下口罩 市長立刻當起周查隊 因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才宣布 第三十一級個案 是孩童確診 而且他寒假期間有到補習班上課 侯友宜親自帶隊隨機抽查一間補習班 沒有發售 要戴口罩 手部搖 消毒 因為國內出現首例學童感染五萬肺炎 年僅十一歲的男童 寒假承到補習班 就怕他接受同時有感染疑慮 新北市開第一槍 二十六號只要求補習班 客服班 安親班全面強制 密閉空間都要戴上口罩 這個孩子在第一個時間並沒有到社交區 其他的孩子其實我們在第一個時間都已經通知 而且都已經居家隔離了 所以家長們安心 而且目前這些孩子們還在有的在居家隔離裡面 目前都沒有什麼多大狀況 市長要市民安心 南樓雖然有到補習班上課 但都有戴口罩 針對第三十一起個案的接觸者 目前他們採取居家隔離 不會再到手 市長會議上市長再三叮嚀 補習班如果沒有遵守不排除停招 追蹤可撤銷立案 市長同步關心上院防疫 二十六號視察永和三所國中小 根據統計目前循環發燒勤架數有兩百二十八名 密切觀察中 雖然確診者出現手力孩童個案 但指揮中心也說了 青少年的感染率相對比較低 長長不用太恐慌 記者中報道